好 不过说好了 这个做好房台卷备 现在有很多民众恐怕一下班 是立刻赶到量饭店去抢货 要备足物资 现场状况我们连线记者 蔡孟俊报道 孟俊 20位高观众持续带领 关心台风的消息了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 就在于台北市的一家量饭店 我们通过后面可以看到 在结账区这边 真的是有不少的民众 都来这边排队采买 而且也可以看到 他们的首推车里面 都会有放的一些 购买的一些像是平常的肉品 还有干粮 蔬果等等的 就是因为要防范 这一次的台风来袭了 那么另外也可以看到 在寿运台这边 也有加派人力 就是要来消化这些排队的人潮 每个人真的是马不停蹄 不断地帮忙顾客来进行收营 那稍早我们也有采访到 一些采买的民众 我们来听一段 他们稍早之前的说法 就买一些蔬菜 青菜这种 回去备用 这样子 因为就是怕台风来了 然后明天出门就风大雨大这样子 所以今天就先提前买一些食材 放在家里备用 就家里也刚好没清菜 对 所以就是来看一下 有什么业材类的 没有就是需要 因为也有缺 所以没办法 那么现在台风真的来势汹汹了 所以不少人也开始来做 这个房台的准备了 那么稍早呢 这个业者就有跟我们透露说 现在的这个闸门口的是 收营的闸门口是有增加到一倍左右 那么这个收营人员也是全部都出动了 那也希望说大家要赶紧 要没有来采买 要赶紧来采买 那在家里面也好 也要好好的做好房台准备了 那也算是来自现场的最近消息 现章时针镜头交还给朋友一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